第五屆香港唱馬會社區杯 將會在9月29日舉行 今次同樣找來兩位參加過社區杯的朋友 你的社區杯知識大比拼 看看他們會答多少 首先有香港女足代表曾浩欣 而名宿左方面有山Sir 山道士 應該是傑志 傑志 很多答案 藍牙 好 最後答案 藍牙 3013 33 3480 我也很接近吧 2017 是否贏了黃光味 贏硬的 不是贏了黃光味 去年2017年 對 9比8 差不多 差一點 8比7 多少 好厲害 因為石頭十人好厲害 浩欣幾乎答對 山Sir 就 OK 至少贏了和哥 好 第二 聽聽兩位參與社區杯的體驗 我想社區杯可以給予很多人的歡樂 知道這個比賽後就很期待 以及預備這個比賽時都很認真 希望可以在旺角場上有一個好的表現 因為可能不知道人生可以有多少次在那裡踢 對於小朋友如果可以落到一個球場那麼大 去踢球 不是容易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踢的場都是很小的 一落到場那一刻 我就 看到很多觀眾 但反而我更加放鬆了 坦白說 你踢得好不好 我也覺得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只是感受到那麼多人去看你踢球 我記得那天比賽的早上 我爸爸就跟我說 我落到場就要盡力踢好每一分每一秒 因為我不知道何時會被MISS換出來 但我落到場就記得我爸爸說過 我要盡力踢好他 我放開所有 我就以一個比較輕鬆的心態去比賽 因為我們踢球 每個人都說女生不適宜踢球 又說直腳粗 又說跑得慢 又說不准頂球 可能很多人都有Bias 就覺得女生不應該踢球 應該比較斯文 但我覺得我看過很多外國的世界盃 或者女子的賽事 其實是真的非常好的 現在香港我想很多的女生 有些真的可以踢得比男生 我們應該要鼓勵多些不同的女生踢球 才可以發展到香港女足這方面 浩欣 你真的答得很好 當然不是啦 先生 你說得好些 不如你贏吧 你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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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9號 旺角大球場 先有女子青少年社區盃打頭陣 緊接有男子U13的比賽 壓軸還有結智對和夫大埔 爭奪本地球季首項錦標社區盃 9月29號 入場支持香港女足旺角場見 9月29號 我會在網上和大家一起看球 旺角場見 李健和 贏硬你吧 我不能輸的 Yeah